第306题的话,就是回圈阶层计算 那跟上一题的话,最大的差别是上一题是倍数 这一题是阶层 那阶层可能对有一些同学来说会有点confused 这到底什么东西叫? 其实简单讲起来 这理论很简单 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做什么? 如果是例如5的阶层 5的阶层,后面加一个金探号 5一个金探号 那表示是5的阶层 5的阶层,输入的话就是输入5 输出的话输不多少 实际上底下跟你讲一个公式 5的阶层等于什么? 把1乘上到5互相乘完的结果 就是最后的结,120 不过你会发现,其实你乘1好像没什么意义 因为1乘上任何数字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1是可以把它略过的 但是其实 你要不要略过没关系 反正是写完结果都一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把这样的一个理论 把它用python来实做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来看一下这个 里面的话当然我们输入,他在这边输入15 15更多了 15的话你就知道 15乘上14一直乘到1 OK 当然你也可以从1乘到15 结果一样 反向、正向都一样 所以呢,那你刚刚15到1里面你放回要写反序的 反序的 如果我觉得如果反序太麻烦的话 那你的正向1到15 所以1到15 那我们1怎么样? 1到15 那如何把它乘的结果 把它累加起来 就是乘完之后 再把它存起来 乘完的结果存起来 这地方该怎么做? 乘完的结果 把它存起来 OK 那这个概念跟刚刚有点类似 所以写法还蛮像的 那写完的程式 基本上跟 杭树跟刚刚一模一样 就是一个A 一个ANS 然后4回圈的话 一个4回圈底下做什么事? 就是把乘完之后的结果 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最后把结果print了出来 那这个程式该会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我先秀一下 这个是最后完成的程式 5行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执行 假设输入5好了 Enter 120没问题 OK 那如果根据题目这边的要求是输入15 Enter 它要是什么? 130 7674 得得得一对 我们看一下 130 76 一模一样 OK 所以理论上我这样的写法是没有错的 只是说该如何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写法跟刚刚开头 其实都蛮像的 那ANS 特别说 当然ANS等于0嘛 如果你是累加可以从0开始 但是你乘的话 你不能从0开始 为什么? 因为0乘上所有数字都是0 乘完之后最后数字变0 所以你要从多少开始呢? 从1开始 OK 你乘7 乘要累7的话呢 记得不要从0 因为0 乘上所有数字都是0 那后面的话呢 一样 for i 一样 in range 所以你要发现这个in range 要比较很熟练 然后瓜五的话呢 从哪个数字开始 那理论上我们从1开始 OK 斗点 到a 加1 停下来 OK 然后呢 冒号 enter一下 底下就是把它做 你要互相乘 乘完之后存起来 那怎么写 这边说 理论上你前面一样是ANS ANS 等于什么呢? ANS自己本身 乘上多少? 其实乘上i就可以了 OK 那最后的话呢 你就把什么? 把这个NS print的出来 print的什么? print的NS 结果就完成了 你想说 这到底是OK呢? 其实理论上 比如说你第一次 for i 那 i的话呢 会先从1开始 所以呢 1乘上1 存完的结果怎么样? 把它放到前面去 那当然 NS还是1 所以1 其实好像没有1 所以你 甚至这边 其实可以把它改成2 那2的话呢 再来就2 2乘上1 那就是2 所以 把2乘上1的结果发挥 所以NS变2 然后3的时候 那NS是2 2乘上3 那变成6 有没有? 再把它存到前面去 那再来的话 6乘上再来就4 所以其实 意思就是把前面乘完的结果 先把它儲存起来 然后再跟下一个数字相乘 那就其实就等于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阶层的公式算法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OK 当然一样 这个地方可以改写成什么? 缩写 NS 刚刚是等于NS加I 是等于加 那如果你要乘7的话 这个字 其实你可以什么 同理可证你可以看到 乘等于 这样也可以 看得懂意思吧 加等于乘等于 那如果你实在是觉得说 盼感理解 你就记这种就好了 OK 不要一下记两种 反正差不多两种 这个 两个 最后两个 不知道 都记不起来就麻烦了 那我是建议的 这种写法是比较 怎么讲 应该跟我们人脑的那个逻辑比较接近 OK 那你 基本上你可以先记这种 只是说这种写法 他当然没有刚刚的写法 哪一个精简 OK 不过你当然不要因为要精简 反而制造更多麻烦 我觉得就不 程式是这样的 尽量就是用一个方法 不要写错就好了 只要不要写错 那不管说你写哪一种方法 两个方法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要写错 OK 好了 好了之后我们来乱乱看 基本上这样看OK 应该理论上就OK 知心 然后输入5 好了 输入120 Enter 没错 然后如果输入15 Enter 那当然你不要再输入更大 输入更大就更多 真的可以跑很久 为什么要一直跑一直跑 一直乘一直乘 不过啦 因为现在电脑现在跑太快了 而且现在 这边各位讲那个 奈米的技术一直提升啊 因为奈米技术提升 一个CPU里面可以放的核心数 越放越多 越放越多 所以输入效率速度 越来越快 以前可能要等待的 现在完全不用等待 你根本不用去管说 它到底 程式要不要写得很精简 现在好像不太需要 因为电脑都太快了 以前我们要在很多地方 要很注意 像那个资料形态 以前可能一定要 把它设定的刚刚好 否则的话很浪费空间 而且执行的效率会比较差 但是因为现在电脑速度实在太快了 所以很多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所以真的 现在随便一台电脑 所以真的随便跑都没什么问题 但可能要注意就是你电脑的那个 记忆体不要太小就好了 现在这些买Nobuco最好的RAM 现在至少 大概都至少要多少 16G了吧 有些甚至差不多32G了 天哪 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 所以你再也不用担心说 像以前 Excel会跑到当机的问题 慢慢没有发生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那个RAM 我们最早用 那个是用MegaG 不是Giga 现在是32G 以前是32Mbps 等于相差1000倍 一千倍的容量 那当然会差异很大 现在因为 记忆体容量变大 CPU速度变快 所以以前是问题的问题 现在慢慢都不是问题了 OK 而且你现在想要拿一台 再怎么烂的电脑 也没 也不可能低到 现在连树莓派 小小的东西里面 就2Giga起跳了 像手机也是这样 它随便一只手机 内建的记忆体 应该至少 至少多少 4G起跳 现在新的都8G了 OK 所以以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而且现在手机的CPU 也是飞快的 速度的话 比起以往 甚至比桌机的 比电的CPU效能 有时候还更快 所以 大家可以大大的利用它 现在可能最大 我是觉得硬体已经达到 某一个成熟的阶段 但是软体 慢慢我们人好像没有完全跟上 因为我们对于电脑的使用的方式 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它发挥到最佳的状态 就是用电脑应该要去跑的这种方式 去让它去处理 OK 所以举法应说像程式的撰写 那有其必要性 而且现在 各大专院校 还有像高中职 他现在在推108年课纲 就是要强调就是 一些实作 就是除了理论 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数学原理 它能不能把它跟程式做结合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成完之后的 这个结果把它存在前面的变数里面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记不起来 ANS 乘等于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ANS等于ANS乘上I 那写法跟刚刚那个 ANS等于ANS加有点像 所以以后的话 加减乘除 除除这些 其实都可以利用同样的观念 可以来做成这个撰写 这个是304题 是这个 这个这个阶层的这部分 那这个做完之后了 再来就是 306 待会再来看308 回宣的位数加总 什么叫回宣位数加总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好像 其实可以从那个输入出出 大概看得出来 它这个原理原则 先输入1 1的话 表示跑一次 3的话 表示什么 那是跑三次吧 跑一次 跑两次 跑三次 所以它这个题目 还蛮麻烦的 可能还要先输入要跑几次 然后 决定就回圈的次 所以跑几次喔 就是要回圈 然后呢 再来底下 下一 所以它其实应该可以拆成两次来写 程式你可以先写下面的再写上面的 还怎么写 另外的话 它这个规则 其实应该可以理解啦 我看起来 我第一个实觉是 它应该35结果怎么来的 这个35的结果 应该就是把它的所有数字加在一起 OK 那怎么做比较简单 请各位也许先把306先完成 然后再试试看 看一下那个308 OK 那我是建议啦 就是你可以先了解一下题目 试着做做看 做不出来没关系 再参考我给各位的答案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其实就是 回家的时候有空闲 或者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你就起来 把这个题目做一做 做完的话 应该就精疲力气 你就睡就要好睡了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306 都好 谢谢orem 2 2 3 5 6 6 7 7 9 8 8 9 9 7